Hello 大家好 我是Nic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有沒有很熟悉這個背景呢 我現在人在東京車站正前方 然後今天是平日呢 所以人蠻少的 上次來這邊應該是去年的年末年始 然後就是 這前面真是佔滿一堆公共客在拍照 真的沒有辦法可以好好的拍 那今天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因為沒想到我們三個人 就是我跟抓尼先生 還有害羞小弟又要再度合體了 其實我們上次去過東北啊 然後也去了快晶洛松 就是福島這個地方 然後這一次呢 有機會呢 又可以再去一次 對 那我們待會呢 就要跟兩位會合 我們來一個輕鬆協議的 三天兩夜的福島遊 那我們就出發囉 我們藝術在一起 三天兩夜的福島遊 我們把小姐的賽刀 移動在一起 我們打招呼 我們現在人就到了福島縣啦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來的地方 它叫做浪江 我們現在在浪江這個車站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這邊的海報非常有特色 就簡單明瞭 就是像我身後這張 它就寫KITTE 就是請大家過來 然後那後面還有一系列相關的海報 都非常簡單 就是品嘗啊 然後住這邊啊 很多很有趣的海報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我們第一個景點囉 那其實浪江丁這個地方 在311大地震的時候 受到嚴重的海嘯波及 所以已經過了大概10年 11年之多呢 他們已經就是 將這個當地呢 復甦到一個程度 然後我們這次要去的地方呢 也是抱著一個就是來這邊 復興這個觀光的這種概念喔 就是來這邊走走 那這邊有一個新蓋好的 就是Michi no Eki 也就是所謂他們平面道路 有一些類似休息站的地方 然後它蓋得滿漂亮的 然後重點是旁邊有一個 吉利丹 沒錯 這座寶可夢的公園呢 也是在去年2020年12月剛開幕的公園 我們想要去那邊走走 那其實從這個車站走過去大概要15到20分鐘 那今天天氣滿好的 就當做一個散步走走吧 那我們現在呢 就徒步來到了這個Michi no Eki Nami E Rangjang 這裡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類似一個休息站 然後這邊有多餐廳 然後有買東西的 然後也有無印良品 然後它的隔壁呢 就是有我最想去的吉利丹公園 那在去之前呢 因為現在已經接近中午時間了 我們就來品嘗這邊的美食 那這邊除了海產很有名之外呢 其實也有所謂的 浪江Soba 就是這邊當地的炒麵 也是滿推薦的喔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看看囉 那因為浪江這個地方 當初因為三一大地震的關係呢 其實很多建築物都被衝毀 這邊的學校啊 這邊的路啊 很多都受到影響 那其實重建的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他們預計呢 在2024年要動工 就請這個魏延武來做這個 當地一些就是設計跟規劃 那這個建築物呢 也是它的建築事務所所設計的 然後還有請一些比較有名的藝術家呢 來規劃 然後像我後面這個Logo 它就滿可愛的 因為我很少看到 Michi no Eki做的這麼漂亮 因為大部分都滿就滿陽春的 像這個Logo呢 就是在敘述 它這邊是靠海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靠山 然後上面呢 有插一個旗子 就滿可愛的 我覺得這個Logo真的做得滿用心的 然後這個Michi no Eki的販賣土產的地方 真的蓋得滿漂亮的 然後除了吉利蛋呢 也有很大的卡比索 雖然看起來皺皺的 然後這邊有賣一些就是當地的土產啊 吃的啊 紀念品什麼都有 然後像些當地的蔬菜也是當地直送直銷 那我們待會呢就要去用餐 那現在用餐之前 我們現在這邊稍微走走逛逛 那其實寶可夢呢 有跟日本各地合作呢 有點類似就是觀光的推廣 那福島這個地方請到的就是吉利蛋 對 那因為它就是有一種福氣的象徵 所以這邊請到它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也有它專屬的一些限定的商品 像後面啊 它這邊就是它的這個明信片 圓形的 蠻可愛的 我有買一個 想說待會要抽獎呢 就送給大家 所以有興趣想知道怎麼拿到明信片的話呢 就在下面留言吧 然後除了這邊的紀念商品呢 外面還有一個人孔蓋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去看看 那其他地方的話 像是岩手線的話就有小泉石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 像三重線的話 就是最近推出的水水塔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下面官網 有中文哦 那如果你是愛好日本酒的朋友呢 也別錯過這邊的酒 因為這邊有一款酒蠻有名的 它叫做盤城壽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的種類 然後有就辛口吃就比較辣的 有甘口吃喝起來比較甜的 那假如你猶豫不決的話呢 其實它這邊也有那種 當地的一個組合 對就有各式各樣的酒在這邊 感覺拿來送人或自己飲用 都是蠻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休息站有一個類似美食界的地方 它叫做Foodle Tetras 然後它這邊有賣這邊的海鮮丼 然後這邊當地有名的浪漿炒麵 這邊炒麵比較特別是它的炒麵比較粗 所以吃起來蠻有口感的 重點是醬料也不會太死鹹 聲音樂 醬料也不會太死了 スケーキ 多小營 還說 老爺 請你 有 然後這邊整個建築都是魏延武建築事務所所設計的 所以就是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採用了大量的木頭 那我們吃完飯呢 待會就要去吉利丹公園走走囉 那其實在這個道の駅的旁邊呢 就有一個人孔蓋 寶可夢見店的人孔蓋 可以看到這邊 它寫著ナミエ 就是浪江 然後ラッキー ラッキー其實就是吉利丹的日文名字 蠻可愛的 就是幸運幸福的意思 那其實這個吉利丹公園呢 是在去年2021年剛蓋好的 那它的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就是剛好日本三一大地震也是過了十年 然後希望建設這個公園呢 就是有一種療癒人心的感覺 所以除了在這邊蓋了第一個公園之外呢 在今年的春天陸陸續續呢 總計會有四個吉利丹公園呢 在這邊蓋好 然後它這邊顏色主要都是以粉紅色系為主 所以像是吉利丹 還有這一隻 溜滑梯是這個大舌頭 然後呢這邊也有一個蕩鋒籤 也是吉利丹在上面 然後其實上面還有很像海鷗的東西 就是我有點就是呢 已經過時了 就不知道這海鷗叫什麼名字 然後後面有一個奇怪的人 還在溜滑梯 到底在幹嘛 好辛酸的感覺喔 好好秀 那我們現在來到吉利丹的身後 它這邊上面是可以爬上去的 想說來呢還是來走一下 樓梯應該是從這邊上去 哇不過這個身高高的人 可能要小心就是 我在講我自己嗎 反正就是呢 會小心不要撞到頭 然後上面就有一些可以互動的 像是樂器的東西啊 這有發出聲音嗎 欸可以耶 它是用敲的對不對 還有這邊 這打鼓的 然後最後面有一個 可怕的溜滑梯 這就是害羞小弟 剛剛撞到頭的溜滑梯 是蠻低的是不是 我們來溜一下 我們來體驗一下這個 可怕的溜滑梯 其實除了粉紅色的寶可夢之外呢 我最愛的P神皮卡丘 這裡也有 然後這張椅子板 但其實它這邊是 公的皮卡丘 尾巴是尖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 其實是母的皮卡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做得蠻用心的 就成雙成對 有兩個椅子在這裡 那麼多雞 從雞尾巴 上面 等一邊 拿到 帶雞尾巴 尖的 量 就是 雞尾巴 仙尾巴 雞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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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搭了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的車呢 從剛剛的浪江到仙台 再從仙台到峻山 為什麼要這樣往北再往南呢 其實因為就是中間被山隔住 但是因為它中間沒有電車 那比較方便的方式是租車 但是因為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其實下雪還是不太建議開車 其實有點危險的 因為特別是不熟環境的話 蠻容易發生意外的 那我們到了峻山這邊住一晚呢 待會吃個晚餐就要去飯店check in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福島縣最大的車站呢 其實是這邊峻山 不是福島站喔 因為我們去年年末年始的時候 就很好笑就訂了福島車站附近的飯店 就發現那邊真的沒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來福島住的話 其實可以住這邊會比較熱鬧一點喔 好 拆選拆選 是我覺得超有造型的 這是問題 剪刀 石頭 剪刀 石頭 剪刀 石頭 出來影片還在做什麼 好好的 值得吧 你值得你辛苦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豬苗袋 那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所以呢有來玩的時候呢 雖然是冬天啊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不過那個雪啊 被這個陽光反射照到眼睛 真的是蠻刺眼的 那我們待會呢 就要先去第一個景點 豬苗袋湖 那剛剛從豬苗袋站出來 其實有不同的交通方式 那來這邊的話 這邊就是叫做什麼公園 長濱公園 對長濱公園 那我們剛剛是因為搭計程車過來 那假如一般觀光客的話 其實也可以選擇搭巴士或者是租車 那冬天的話 我們覺得最方便的還是搭計程車啦 對然後這邊的候鳥呢 還有鴨還有白鵝 那這邊鴨鴨是從哪裡來的耶 西伯利亞飛過來的喔 對 畢東的 沒錯沒錯 來這邊畢東 所以其實他們到4月呢 就會離開這邊跟我們說掰掰 然後呢 我們這邊其實就是除了可以看這個天徑湖之外呢 它其實這附近有一些像是滑雪場啊 還有我們待會要去的野口音式博物館 對所以蠻適合安排一個就是半天到一天的時間 在那邊悠閒的走走散步 那我們待會呢就是要這邊散步拍拍照 然後還有我們這次最主要出任務的 其實是我們的抓泥老師 所以待會他也會介紹在他的頻道中 他介紹應該比我詳細很多啦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可以 我剛剛發現啊 就是可以買吐司 所以我們的抓泥先生去買吐司 大家就來餵這些鴨鴨跟天鵝們 那我自己是覺得 太多的時候看起來有點可怕 可以看到後面喔 啊 看起來有點那個密集恐懼症 天啊他們在搶石耶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次的輔導型會分為上下兩級 那今天就要在這邊先做結尾跟大家說掰掰啦 不知道今天的影片大家最想去的地方 或覺得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呢 那下集影片我們會去大內宿 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那邊也是絕景非常的美 希望也是個好天氣 那最後在這邊要先跟大家說掰掰啦 喜歡今天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頻道才不會錯過每週日本精彩影片 也別忘了follow我的IG 在那邊會有我在日本的旅行紀錄 還有生活.d 喔 那我是Nik 我們下次見 掰掰